拿起手机拍下美景 游客被东部海岸自然景观所吸引 不过有部分民众出游 喜欢以不同方式留下痕迹 游游客为了纪念到此意游 在素游无底海景的精尊修气区 整排小夜懒人树干上科制留言 很多人看了觉得很没水准 不要再继续伤害这些树了 因为它真的是长得很不错的一棵树 对啊 然后再继续这样割下去 整个这样子拍下来也不好看 都是痕迹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因为毕竟要保护当地自然景观 没有 我只觉得这样很没功德性而已 精尊修气区里头靠海步道 十棵小懒人树 有九棵树干招人科制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 目前会放置告示牌来提醒游客 也会加强巡邏 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会就在那边设 比较温馨的那种告示牌 比如说像留言 研板之类的当那些游客来涂鸦 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父亲同仁加藏署友 那如果说有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发展规范围条例和规计 可以处新台币5000到3万元之间的罚缓 东管初表示 特殊行为若被抓到 依法最高可处3万元罚缓 许多人看到树干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留言 都觉得缺乏功德心 当地居民呼吁游客 树有生命 请大家发挥功德心 不要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 接着像曼丽大圣台东东河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